以稍貨 稍貨 稍貨 稍貨搜查線 喂 張姐 我是綺琛 歡迎收看 稍貨搜查線 穿這樣是 你有來過社子嗎 墾丁 帶你們來墾丁 今天大成本 我們現在在哪裡 社子島 我們在社子島 因為有社子大橋 那我們現在在 稀稀哈哈滑水學校這裡 稀稀哈哈 好啦 穿這樣 但是今天就是要 下水 下海 下海 但是 稀稀哈哈學校有什麼呢 有滑水運動啊 那有什麼項目啊 有什麼項目 等一下我們請教練 來跟我們講 哈囉 你好 教練怎麼稱呼 Hunter Hunter教練 長得很帥 等一下喔 有什麼服務的項目 好 呃 基本上我們會有一個 第一個叫做 鋼板滑水 是 叫Wakeball 它就很像Snowball 它會有一個鞋子 鎖在板子上面 喔 喔 酷酷 酷耶 酷酷 那它會有一塊板子 然後跟鞋子鎖在上面 然後呢我們就會透過 快艇 是 的繩子的拉力 然後站在板子上面滑行 滑行的方式 好 那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其他的 除了這個呢 等一下我們 有另外一種 叫做 WakeServe WakeServe Serve 聽到Serve就知道是衝浪 但是呢我們 不是用海浪 我們這邊在河上面對不對 對啊 它是用船造出來的尾浪 船造浪 所以船後面的那個波浪 是可以衝浪的喔 對對對 哇 太酷了吧 我們船可以造這麼大的浪 然後呢 這麼大的浪它就會 推你的板子往前走 所以你站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繩子放掉 喔 所以WakeBow 是要拉著繩子丸的 Wake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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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拉繩子丸 然後這個 WakeServe 就不用可以放掉 對 好酷喔 它就可以像在海上衝浪 那如果是一家大小的話 然後他們不敢玩這種比較 他們會怕的話 刺激一點的 然後比較 其實這邊最簡單的 然後又很有趣的活動就是要 沙發衝浪 喔 坐在沙發上面也可以衝浪 對對對 我們會有一個很大的沙發 就可以坐在沙發上面衝浪這樣 所以 可以帶自己的爸爸媽媽 夜夜奶奶一起來沙發衝浪 滑水運動有限制年紀嗎 其實 基本上我最小是高過 三歲半年 哇 好迷你喔 可愛 對 那其實世界上最小是 六個月又二十天了 沒人帶嗎 有有有 有人帶 那那個板子當然也是 比較特別一點點 它只要站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拉著繩子在滑溪 所以 一家大小不分年紀 都可以來這裡體驗 尤其 尤其就是Way Surf 它就是速度很慢 所以你跌倒也不會痛 Wayboard的速度可能會 比較有挑戰性 喔 因為是跟著船的嘛 對對對 會稍微快一點 Way Surf其實就是速度很慢 然後就可以很輕鬆的跟著 是 喔 那我們現在 今天要體驗哪兩種 先沙發悠哉一下 先沙發悠哉一下 悠哉一下 好像以為沙發很悠哉是不是 沙發可以很悠哉 也可以很刺激 很刺激 好 不用去那個主題樂園了啦 來這裡玩啊 這就是水上樂園 水上樂園 水上樂園的感覺 水上樂園 你們今年七月算的時候 對 我們今年七月十四十五呢 會辦一個亞洲巡迴賽的台灣戰 台灣非國際華盛賽 是 在七月十四十五 然後會有十個國家一百萬選手來參賽 對 那我們已經是辦第四年的比賽了 第四年 時間留下來 看不懂 看不懂也可以到岸上 跟大家一起體驗一些活動 沒錯 那我們趕快去吧 走了 OK 天啊 天啊 那我應該可以撞得贏他吧 看你的頭比較硬 玉山說說這條是什麼河啊 基隆河 對 基隆河 為什麼選在基隆河呢 教練為什麼在基隆河很長喔 為什麼會選在這邊 就是因為 當初我們第一年在辦國際賽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就到了這條河上 覺得這條河是非常的鼻子 然後呢 因為它沒有回浪 沒有回浪 對 因為我們船會照浪出來嘛 它會打到牆壁 就會就彈回來 那因為如果有回浪的話 選手在第二趟回來的時候 他就會受到浪的影響 所以會破來破去的感覺 浪就沒那麼穩定 然後這邊水深也是夠的 而且這邊晚上是不是其實 燈點起來滿美的 對 就是這邊可以說是我們一個 新的晚上約會的新紀念 對 好像可以喔 可是去年才把整個公園 建造出來的 是 然後呢 晚上那個四十橋 只要會亮燈 亮燈 非常漂亮 也有做游河導覽基隆河 這附近的行程嘛 帶家人來 帶阿公阿嬤一個時候 然後晚上就是情侶 坐船持續約會 有一種包船 求婚的概念 求婚可以辦這種 求婚超可以的 向地窮 告白 告白 告白或求婚 所以要跟我告白的人 我們就有這裡了 我們要給你告白 想帶各位吧 現在在看自己 你有幫你推下去嗎 不要這樣 而且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挑戰 用力挑戰你們甩得太大力嗎 可以 沒關係 教練視情況而言 因為聽說國外的比賽 大部分他們都要跑到很汙圓 很偏僻的地方 不像我們這裡可能彎彎 所以等一下去個士林夜市 就可以吃東西了 還可以去得上新樂園 對啊 所以很多 就是我們每次辦國際賽 國外選手都非常喜歡 超愛 他們就很方便 就是來彎彎 真的很方便 中間空檔去逛街 去101啊 去哪裡 然後再回來就是 很方便 台灣真的是很方便的地方 而且還有這麼多的地理環境 真的都不知道在台北 還可以坐在船上耶 有點感動 我要過去來囉 好 我覺得很嗨耶 欸 已經騎了耶 在甩多久啊 甩大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不要鬧了 一個小小的時間 馬上就結束了 好爽喔 好爽喔 謝謝大家 你看我多敬業 你們今天來的時候 也可以要求教練說 我不要下水 但是沒辦法啊 做節目 你看難做啊 做節目 什麼事就要這樣 給你看 你怎麼都起來了嗎 本來一開始我覺得 還好沒有很high或很刺激 但是HUNTER真的是 我覺得他正在整理 對啊 好 我先講我心得 好 落水者心得 水沒有很髒 水沒有很髒 因為我本來以為會很臭 但是我還想了吧 味道 皮箱 水沒有很髒 這裡就是主題樂園了 對 感覺要滑足 因為他太真實了 因為主題樂園都把你放橫進 你不會怕 但這個你只有一隻手 你抓不好你就下去 抓不好就下去 而且旁邊還有很多的魚人 可以陪你一起 對 剛才有看到畫面中的東西 你不會被嚇到跳牆嗎 觀眾朋友 等一下我要挑戰 什麼叫Wakeball 寬版滑水 寬版滑水 就是有一些特技啊 但我今天不會做特技 還是現在幾下 你今天第一次體驗啊 對啊 OK 我們等一下就是 計時一下章節 等一下到底幾分鐘可以 站起來 之前有的時候 我還想說 我還會不乾淨 我下過一次喔 我現在跳下去給你看 跳 不要拉我啦 不要拉 不要拉 觀眾朋友來預測章節的幾次 可以站起來 成功的站起來 OK 準備好了嗎 OK 準備好了嗎 加油 章節稍微有一點點起來的感覺 好喔 厲害喔 有起來感覺 笑 有起來 有起來 出水那裡面有一點恐慌的臉 但是 教練給他得幾分 他還沒成功 還算還不算成功就對了 好 那張傑還有挑戰的空前 第二次也是失敗 好了好了 張傑準備好了開始 那這第三次挑戰 好 中間加油 好 中間 反右 好 看這邊 看這邊 我怕他說這個板子都一直在跳啊 可以 可以 很棒 很好 很好 收工 好 休息 挑戰成功了 挑戰成功 一塊滿滑水的分鐘 像張傑第一次來體驗 他可以再三次就站起來 其實真的是很厲害 他現在說大概一般人就是 大概七八次吧 七八次有可能站起來 所以其實大家 你只要不怕水 你就可以來這邊做體驗 那如果真的很怕水的話 可以做我們剛剛做的沙發衝浪啊 或者是一些快艇遊河之類的 比較 比較平衡一點的那個 遊河項目 好啊 好啊 心得喔 跟想像都不一樣耶 跟想像都不一樣 好像要 迎著感覺走的感覺 不要順著感覺喔 有時候會變平的 然後有時候又 就好難控制喔 就你還是要去撐住它 但是你不能硬著 硬著硬著 對 因為船應該只是你的幫助吧 船只是你幫助的東西 而且我看他們玩 他們都可以單手 我覺得他們 神人啊 教練應該也哭 其實你今天如果今天水浪 風浪是平的話 你也可以單手 好小喔 因為其實你還蠻快站起來 站起來那個板子的穩定度也很好 但是沒辦法 因為浪 浪 浪這樣太大 一直會有啪啪啪 然後那個啪我沒有掌握好的話 我就不是經蹲後 對 會比較難一點 對對對 因為它啪的時候 他們應該會很熟悉的去 迎合那個浪過來 對 OK 超累耶 我才四五次嘛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吧 好 我們今天就這樣吧 那七月十四號十五號 可以來攝影師 十四十五喔 十四十五 來看台灣非的滑水賽 然後之後就來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我看你們 自己過來給我玩看 好 那我們燒貨收集到這邊 掰掰